这个惨案就发生在中国的国庆节假期 发生在光天化日的湄公和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咱们说到湄公和尚两条货船被劫持 13名中国船员打死12个失踪一个 谁干的 咱们刚才讲到发现了惊人数量的毒品 在这两条货船上 泰国警方查找了52万片冰毒的药片 说价值一亿泰铢2000万人民币 发现这么巨额的这个毒品 所以最初泰国媒体的报道说是中国人贩毒 中国人贩毒跟泰国警察枪战 可是后来马上就发现 打死的船上那人不是中国籍 那随着这个更多的这个情况啊 在披露 又有人在怀疑 说这两条货船怎么会运毒品呢 这个玉兴八号这个船呢 它是一个邮轮 华平号呢 是个货船 是个货船 这两条船呢 一条船在湄公河上跑了有七年 另一条在湄公河上跑了有九年 当地人就说呀 说这个如果他们参与贩毒的话 那他们跑不了这么多年 因为泰国警察呀 平常时不时就会上船查呀 你要是干这买卖 那早就给查到了 他怎么能跑这么些年 而且熟悉湄公河上航运的人士 也表示 说一般的中国货船 不干这个买卖 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 跑这个货运 基本上他们不会参与这种 贩毒的事 那为什么 在这两条中国人开的货船上 能发现这么多的冰毒呢 有人就怀疑了 说那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那两快艇啊 是毒贩子 毒贩子劫持了这两条船 然后就要用这两条船呢 来运毒 那么他们把这个毒品往船上搬 然后中国船员不干 于是他们干掉中国船员 杀人灭口 有人这么样的怀疑 而且泰国警方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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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泰国警方也说 是毒贩子干的 而且是缅甸的毒贩子干的 有泰国媒体指称 其下中国船员的幕后黑手 是缅甸小说民族武装瓦邦联合军 瓦邦是金三角一带啊 缅甸一侧的这个地方势力 那就都是瓦族人 以前呢 是缅供根据地 缅供的地盘 后来缅供垮了以后呢 那儿就有人武装割据 武装割据的确 他是曾经搞过这个种植贩卖毒品 可是后来呢 这个瓦邦也宣布 就说我们不弄这个这个毒毒品了 他是承认缅甸的中央政府 但是呢 好像中央政府也不大管他 他有点这个地方自治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曾经有记者到那儿就采访过 你知道我们记者的这个感觉呢 就是说瓦邦要是冲着中国专员下次的毒手啊 也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让人觉得不好理解 因为呢 他们的观察 瓦邦传统上跟这个中国呀 关系还不错 而且主要什么呢 那地方的人 他这个像水呀电呢 很多生活资源 他实际是依赖中国那一边的 所以是不是瓦邦干的呢 哎 这个泰国不是开始说 就是瓦邦干的吗 10号 瓦邦政府发言人出来发表公开声明 说我们跟这个事情毫无关系 因为什么呢 他指出命案发声地点是在泰国的青盛码头区域 他说瓦邦人从来不会活动到这个区域 而泰国人也不允许瓦邦人活动到这个地下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们认为泰国方面是很不负责任的 有一种那个 瑕疵胡说 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心里很坦荡的 只要中国和泰国怀疑瓦邦的某一个人 或者提出来 我们都愿意 瓦邦都愿意接受这个配合和调查 这个泰免说说法不一了 泰国方面就有人说 说是这个枪打枪确实是在泰国这边发生的 可是这个船被劫是在缅甸段内境内发生的 实际上这个湄公河的这个航道啊 泰免之间 当地人有言 最危险的航道 这个区域 像这种截船的事前几年就有了 而且从今年以来啊 说还是越来越厉害 说这附近有土匪活动 甚至有一船长跟记者说 我都知道土匪在哪 说在哪啊 他说你看啊 就在缅甸万崩港 不知道这什么地儿 说万崩港上游十公里 你们到那找去 我都能看见他们 他们就在沿江一侧呀 有十几个草棚子 草棚子就搭在竹筏子上 竹筏子在抛锚啊 固定在水底 说这草棚子就是土匪 这也不能叫土匪了 就说这就是江匪的兵营 这船长讲啊 平常我们行船经过的时候 我甚至都能见到 在这个草棚子附近 这个江匪啊 拿着武器 他们在这个活动 有一艘货船叫盛太号 这船一年过俩节 一年抢了两次 船长姓胡 胡船长 他跟记者讲 说头一次就在今年四月初 说那次我是怎么给抢的 这次出的事里 不是有条船叫华平号吗 那次 我就跟着华平号啊 相跟而行 华平号就在我前方五十米 我们两条船这么走 走到哪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船长说 知道那帮江匪住哪吗 那个万崩岗上游 十公里那 有一个险滩 叫孟喜滩 他们搭那草棚子吧 就在那块 他就说我这个船开行到那个时候 小艇就来了 一艘小艇上有那么五六个武装分子 还没到船呢 先冲天冰枪 冲天冰枪 然后呢 接近过程中 枪就指着这个驾驶室 船的驾驶室 那 上得船来 船上的人 船员 抱头 蹲下 就是这一套 抱头蹲下 然后呢 手机 相机 现金 个人兜里 穿他拿拿拿拿拿 脸这个 然后呢 另外几个劫匪 就在船上啊 这个搜搜搜搜搜搜搜 来 你要回去赶向中国政府汇报 哎 我们就扎了你的这个船 走吧 走了 这是头一回 这些这个这个盛太号也是挺重彩 九月份 今年就前一阵 他又给截了一回 而且呢 这回是他单独行船 你看啊 同样地点 甚至是同样一拨人 还是在梦喜滩 走到这地方 哗 那个一五五五 蒙面武装分子 上来 好家伙 这胡村长一听 哎 还是那拨人 他准整肯定 就是上次那拨人 这个头目 就那帮人都蒙着面 但是跟他驯化的这个头目 没有蒙面 所以胡村长印象深刻 说这头目 一张有黑的国字脸 深印在他脑海里 而且他说 胡村长说 你看把我的金项链 把我的手机也都给截走了 云南当地船主统计 有70%的货船曾被截持过 西商版纳州官方也证实 今年以来 案发水域货船遭遇截持案 有近五十起 不光截货轮 也截客轮 就今年八月 有一个中国旅游团 也是啊 船行在这个水域 也被江匪洗了一遍 但是呢 这一般的规律啊 是劫财啊 怎么会杀这么多的人命呢 杀这么多的人命啊 这个事情罕见的程度是什么 这条航道开辟十年以来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绝无仅有 就是说你截财啊 你怎么杀一下 杀这么十几个船员呢 而且甚至就这一次当中啊 看着不像截财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预兴八号的这个轮机长 咱就说惨的就是尸体啊 眼珠子没了的那个轮机长 人们在他的上衣口袋里 发现了二十五万多的泰铢 五万多人民币 好好的在他口袋里啊 没劫走啊 那这帮杀人的 是什么人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残遭毒贩 现在接受中方调查 这起惊天血案的背后 到底谁才是始作俑者 何亮亮为你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由社交网络发起并传播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美国愈演愈烈 但为何美国主流媒体 却对此不为